主料,排骨300克,玉米一根,红萝卜一根,辅料,油,盐,生姜,醋,味精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排骨,玉米,胡萝卜,胡萝卜削皮,洗净切小块,玉米洗净切断备用,蒸姜洗净拍松,将排骨洗净砍成块,后用热水捆烫至血水, 再老起,洗净立干备用,将所有材料及姜片和少许湿醋一起放入内锅,加热煮沸后盖中火煮约5-8分钟,然后转小火烧90分钟这样,最后加精盐,味精即可,烹饪技巧,在炖骨头汤时,加少许湿醋,骨头汤中的盖质更容易溢出,有利于人体对盖的吸收和利用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 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不同的形象